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叶生 淮阳县有个姓叶的书生 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叶生吧 他写的文章诗词在当时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然而命运不好 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失利 恰逢关东人丁承贺到这个县来当县令 他看到叶生的文章大为惊叹 又招他来谈话 更加赞赏 于是 就叫叶生留住县衙 供给他照明等读书所需的费用 并且不时送给他钱粮去养家 转眼又到了科考的时间 丁公在学生面前把叶生称赞了一番 于是 叶生以科室第一名的成绩 获取了参加相试的资格 丁公对他寄予了厚望 考试结束后 他要来叶生的文稿阅读 赞叹不已 不料命运弄人 好文章却不一定有好运气 放榜以后 叶生还是没有考中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因自己辜负了知己的期望而羞愧不已 人也变得行销鼓励 赤呆呆的像个木偶 丁公听说以后 把他叫来劝慰了一番 叶生感动得泪流不止 丁公十分联系他 与他约好自己三年任期结束去京城考祭之时 将带着他一同北上 叶生更加感动 辞谢后回到家中 从此闭门不出 没多久 叶生病重 卧床不起 丁公不断派人送来东西 慰问疾病 但叶生吃了上百剂药 并却毫无起色 这时 恰巧丁公因为得罪了上司而被罢职 马上要离任了 他写了封信给叶生 大致内容是 我本来已定下了东归回家的日期 之所以一直不走 就是在等待着阁下你啊 只要你早晨一到 那么我晚上就出发 丁公差人将信送给病重在床的叶生 叶生拿着信哭了起来 请送信仁转告丁公 病重难忘诉欲 请您先上路吧 送信仁回去说了以后 丁公还是不忍先走 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几天之后 开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生来了 丁公喜出望外 迎上前去问候他 叶生说 我的病让您等了这么久 我心中万般不安 幸好现在可以跟随侍奉在您的身边了 丁公于是收拾好行装 一大早就出发了 到了家乡 丁公让叶生当他儿子的老师 两人日夜都陪伴在一起 丁公子名在昌 只有16岁 不会写文章 然而 他聪明绝顶 一篇八股文看上两三遍 就不会再忘记 叶生在丁家住着教授了一年 丁公子就文如泉涌 又加上他父亲的关系 丁公子进县学学习 叶生把他以前为准备应试而写的八股文都抄录下来 教丁公子诵读 丁公子参加乡试 考场上出的七道题 全是叶生教的 于是高中了第二名 丁公有一天对叶生说 先生只拿出自己才学的微末部分 我儿子就高中了 然而真有才能的人却长久被埋没 怎么办呢 叶生说 这也许是我命该如此吧 不过 现在借您的福气 恩泽为我的文章扬眉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我半生沦落 是命运使然 而非文章庸烈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况且读书人能得到一个知己 此生无憾 又何必非要金榜提名 摆脱平民不一身份 才说得上是交了好运呢 丁公因为叶生离家在外已经很久了 害怕他耽误例行的碎事 劝他回家去看看父母 叶生听了却闷闷不乐 丁公也不勉强他 嘱咐儿子到了京城 为叶生花钱捐一个国子间奸生资格 公子参加会试又高中报捷 当了部中主事 就带着叶生到任上副职 形影不离 过了一年 叶生参加京城举行的相试 竟然考中了举人 正好此时 丁公子被派到南方治理河道 于是对叶生说 这一去 离您的家乡不远 先生奋斗多年 终于直上云霄 现在是衣锦还乡的快位时候了 叶生也十分欢喜 则定好日子 他们便启程上路了 怀阳先到了 丁公子又吩咐仆人牵马送叶生回家去 叶生回到乡里 看见自家门前一片破败萧条的景象 很是伤心 他徘徊着到了庭院当中 刚好遇见端着破极的妻子 一看见他 就扔下破极惊恐地逃开了 叶生心境凄凉地说 我现在富贵了 三四年不相见 你就不认识我了 妻子远远地说 你已经死了很久了 还说什么富贵 我之所以没有安葬你 实在是因为家里太穷 孩子太小 现在阿大长大了 就要找地方安葬你了 你千万不要显灵作怪来惊吓我们活人呀 叶生听完非常惆怅 慢慢地走进屋里 看见一具棺材赫然地摆在那里 突然倒地之后就不见了 他的妻子惊恐地走近一看 只见叶生的衣服 帽子 鞋袜 就像蝉 蛇 退下来的皮一样散放在地上 于是大为悲哀 抱着衣服哭得很伤心 叶生的儿子放学归来 见有马车停在家门口 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 就惊骇地跑去问母亲 母亲抹着眼泪向他讲述了刚才见到的情景 两人又细细地询问了外边跟叶生来的随从 才明白事情的真相 随从叶生的仆人回去后 丁公子听说了这件事 悲痛欲绝 他立刻让人驾车载着自己直奔叶生的家 在叶生的灵前放声大哭 他出资为叶生操办了丧事 按举人的礼数埋葬了叶生 丁公子又送给叶生的儿子许多钱 为他请了老师教他读书 丁公子向学史推荐了一番 过了一年 叶生的儿子就中了秀才 真是 露台